继续带您看到美国有一位原本打算与中共合作的发明家 因为得知中共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暴行 进而断然拒绝中共的6000万美元投资放弃合作 据大纪元新闻网5月23号报道 美国矽谷发明家杰弗瑞范·密朵伯克 拥有一项可以解决燃煤污染的技术 中共当局向他提供6000万美元研发经费 想与他合作将他的发明应用到工业领域 2012年9月合作谈判成功 密朵伯克准备前往中国 但是就在准备旅行的前夕 密朵伯克从大纪元报纸上读到了 在中国发生了从数以万计的良心犯 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除器官的消息 他犹豫了 大纪元报道说密朵伯克表示 他的良心开始强烈的挣扎 一方面是中共6000万在他的头上诱惑着他 6000万的研发资金是不易得到的 而另一方面是他独到的 这些在中国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政府恶行 密朵伯克最后决定 无论他们给多少投资 他都不能接受中共的钱 密朵伯克还希望各国政府和大公司 而不只是像他这样的小个体 来郑重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大公司必须衡量 在做不做生意和与极不道德的东西 同流合污之间的利害关系 新唐利亚地电视整理报道 非常重要的 是 很重要的